距离上次陈冠希害女儿已经有好一段时间了,今天终于再次等到冠希分享热爱的梦照,周周又一次被这个小女孩儿给和爱到了。 9月29日傍晚,陈冠希摔了两张老婆孩子的近照,并说道,大概一死了能是雨中漫步吧,有那么一段时间,陈冠希摔的发型都是十分凌乱的,刘海遮住双眼,无人给帮忙打底。 但是这几天终于看到了小公主变得清爽俐落了,而且搭着两个洋脚变的阿拉尔怎么看怎么蒙,发生还是两个颜色的。 阿拉尔穿着棕色风衣,风衣大到看不到小手了,难得的是,我们竟然在她的脸上看到了一丝微笑,阿拉尔的小白鞋也很漂亮。 作为陈冠希的女儿,阿拉尔从来不缺漂亮的名牌衣服和鞋子穿,秦淑培也穿着一身黑色的披风,身材又高又瘦,笑容十分亲切。 最近拍的几张照片感觉,她像是变了一个人,和平时有点不一样了,最近一家人给陈冠希的爸爸过生日的时候,秦淑培看起来也是怪怪的,是拍照技术的问题,还是因为没有化妆? 夫妻俩来坐在一块儿,互相手牵着手,感情非常的好,一张阿拉尔是不是看不过瘾,那就再来一张吧,阿拉尔戴上了两顶帽子,头发翘在两边很是喜感,话说这到底是披风还是雨衣。 戴了帽子以后,阿拉尔的脸蛋就显得更圆了,肉毒毒的婴儿本捏起来手感必定非常好,阿拉尔伸出一只手掌,就好像摁在透明的玻璃上。 一样,简直就是个萌萌打烊娃娃,可爱到了极致,这样的宇宙漫步的照片何不多来几张? 不够看啊,换手雨鞋就能学校朱沛起踩你坑了。 最近一家人逛商场的时候,还拍了张全家福,陈冠希脸上的胶原蛋白明显流失了很多,脸上布满了岁月的痕迹,没有年轻时候那么帅气了。 情书陪抱着女儿,和阿拉尔头挨着头,很是亲密,阿拉尔依然是梳着羊脚鞭,又变成了高冷脸。 想要看阿拉尔笑简直,就是千年等一回啊。 穿着藏蓝色小裙子的阿拉尔完全是小公举进式感,散发着宁愿起致。 周周是看着阿拉尔长大的,小姑娘的颜值在一路飙升,感觉长得越来越像陈冠希了,尤其是脸型,还有鼻子,以及眼睛。 但眉毛和高冷脸无疑是遗传了妈妈,阿拉尔一直被花有成为模特的牵制,期待将来在维密的舞台上,看到小公主的身影。 感谢观看